卡羅占卜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勇奪寶座嗎 我們請國玲姐 秦陽大哥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憑第一直覺 從1號到5號任選一個數字 來看看未來一個月 我可不可以勇奪寶座 沒有提示喔 來 國玲 妹妹 比較快 張張知道 3 3 來 秦陽 1 1號 5 文聰 叫1號 5 我也是5耶 是喔 2跟4沒人選 好 那我選2號 來 觀眾朋友1 2 3 4 5 沒有任何提示 選定回首 好 開箱 今天沒有任何的猶豫 那我們就從呢 這個兩位老師 選到的5號開始 就是其實每一個人心中 最想要選到的一張牌 就是規律於運動 身強體健 我們說在健康方面 可以勇奪寶座 是 對 因為真的 我們現在都知道 其實真的很多事情 我們很想要去做 很多願望 可是一定要以健康為基礎 所以抽到這張牌呢 非常的恭喜 未來一個月 健康方面完全沒有問題 好 接著呢 我們來看 沒有人選的4號牌 對不對 好 選到4號牌呢 我們說是 謹慎規劃 還需要觀望 也就是說呢 抽到這張牌 其實你的心中 可能會有很多的這種 靈光乍現的一些 想法 或是很多的想法 可是都還沒有 真正的具體成型 好 所以會建議 如果電視機前面的 觀眾朋友們 抽到4號的話呢 未來一個月 你不要太心急 不要衝動 什麼事情先靜下心來 想清楚 未來就會越來越好了 好 接著呢 我們來看這個 喔 國齡節選到3號牌 對不對 3號呢 很恭喜 我們說是 愛火 炙熱 羨煞旁人 桃花運 感情運的寶座 就是非你莫屬了 我不想要有桃花 可是你知道 人緣桃花也是歸類在這裡的 那你也躲不掉啊 你長這樣就是 這輩子就是桃花節 桃花煞 桃花運啊 我現在56歲 我已經是中華民國老太太的 真的 我已經是中華民國老太太了 你也躲不掉 還是有中華民國老先生 也會愛你啊 真的喔 真的像竹林哥說的 抽到這張牌 真的就是你只要人站在那裡 踏出家門 或者是你沒有出去 你在家中做 都有很多人 對你的仰慕之間的影響 人看家中做桃花天上來 對的 但是我覺得看怎麼運用嘛 想要追求感情的話 未來一個月好好把握 或者是你說像事業上啦 工作上 這個我需要 甚至是朋友之間的互相 這種人緣桃花 其實未來一個月 也都是寶座第一名的 好 那我們來看 先看晴陽大哥選擇 這個1號好了 1號呢 我們說是 團隊合作共享榮耀 其實在工作的寶座 就是1號的牌了 也就是說 可能像晴陽大哥 是選舉團隊 還是建設團隊 那這時候 我相信晴陽大哥 應該會給我們一個 又是一個耳目異星的這種創舉 但是這時候我就會建議你 算是當牌呢 不要自己單打獨鬥 也就是說集思廣益 發揮很多人一起的這種力量 我覺得在工作事業上的表現 會是更棒的 你可以投入宗教界 你好適合講經說法 對 現在慈眉善目 對 一定很多歐巴桑 哦 舒服你了 舒服你了 對 好 最後我們看 像篤玲哥 或是爹機器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抽到2號牌呢 是哪一方面的寶座 就是這個投資方面 保險類 這樣也令人稱讚 好 真的是 財運的寶座 就是要恭喜2號牌啦 好 來 謝謝老師 謝謝兩位來賓 大家一起加油 好不好 感謝你的收看 拜拜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